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瘟疫就是在东汉末年 5600万人口到最后就只剩下1600万人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瘟疫持续了51年 加起来共计12次 医生张仲炯他们家族原本有200多口子人 结果10年时间一半都去世了 去世的这些人里边有十分之期 都是因为外感风寒引起的 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瘟疫赶退 在不断的走访过程中 张仲炯最终写了一本一书《伤寒杂病论》 且这本书还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至今无人可及 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回虫治疗 我们现在经常在网络里刷到的麻黄汤柴胡汤 桂枝汤青龙汤白虎汤麻性石干汤等等 这些著名的方济都是出自一致 所以张仲炯呀他又被称为方济之祖 他的方子不多也不是他自己的 是他总结汉代以前采集大众方子这些宝贵的经验而来的 但是是切实可行的 医生的落地执行手册就是医生怎么给人开方子 开什么样的方子 配比剂量是多少 参考烧寒杂病论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药店都是叫什么什么糖的 什么北京同仁堂呀 贺年堂呀 杭州胡庆堂 西安早路堂 堂的来历呀就是张仲炯 他从小家里呢都是当官的 他长大以后被迫也当了官 但是他的偶像是扁确 从小呢就立志从医 可后来当了官呀是不允许进入百姓家的 所以他责定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这两天大开衙门无问正事 让有病的百姓啊进来 他端端正正的坐在大糖之上挨个仔细为之诊断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看得好后来人呀就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坐堂医这个名号的由来 那为什么他被称为医生 伤寒杂病论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巨大的影响 每一个中国人一定都听说过望闻问切这四个字 但是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呢 在中医手里却变幻无穷 表面看现象都不一样 永远在变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中医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繁琐复杂的现象追本溯源 找规律 然后归纳总结 整理出逻辑经典 这也就是老人家常提出的六经辩证的模型 他提出了疾病的模型 然后用辩证的观点去治疗 这就是咱刚才提到的 他的方子不多 常用的也就是一两百种 可是能变换出千万种结果 所以中医对每一个人都是DIY的 那西医到现在也是停留在现象 中医是现象到本质再回到现象 像不像那个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 用正确实践再去发现理论 我们求大到儿童 但特点因人而异 所以中国的很多文化是能够找到根源的 比如咱们冬至吃饺子这事 来源就是张仲景 东汉末年那会太冷了 很多穷苦百姓忍机受害 耳朵冻烂了 他心里非常难受 决心救治他们 就在外面搭了一个大盆 架起了大锅 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的药材 放在锅里面煮熟了 剁成馅 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胶耳 再放回圆汤里面煮 煮熟后分给百姓 老百姓吃完了浑身 暖和 耳朵也暖和起来了 自此就很少有冻掉耳朵的说法了 直到张仲景晚年去世的那一天是冬至 虽然那一天不是最冷的 但是呢却是在提醒大家 最冷的日子呀 马上就来了 因此呢 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 人们吃饺子 更多的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医生 张仲景 关注木子 木子每天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历史知识 一个中国女人让日本人又恨又怕 就在她去世的时候 日本人呀才如释重负 可全世界却都在为之哀悼 她就是张春儒 1968年 祖籍南京的张春儒出生在了美国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她讲述 日本在南京犯下的装装恶行 26岁那年 她在旧金山南湾的一个照片展中 无意中发现了许多日本在公炫南京后 施暴的老照片 那些杀戮的现场 不加修饰的照片 出现在她的眼前的时候 她震惊了 日本人犯下的这些滔天罪行 不同于长辈口中的口述 血淋了的杀戮照片呢 不经修饰 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 她意识到 父亲给她讲的那些故事呀 只是冰山一角 这样的滔天罪行 为什么在美国没人知道 与此同时呢 日本人还在不停的通过 篡改教科书来美化战争 想而所有人呀 都要忘记这段历史 不行 无论付出什么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 都知道那段南京的往事 第二年 她就和在美国的家人呀 挥手告别了 真身踏上了长达三年的调查之路 三年间 她挨家挨户的走访 幸存者 还以书面的形式 采访那些在世的日本老兵 参阅了比山还高的历史文献 国内的 国外的 只要是有这段历史呢 她一个都不放过 这些资料 看得她呀 是浑身发抖 当时眼泪止不住的流 她下定了决心 无论付出什么 必须呢 要写下一本珍贵的南京史料 1997年的12月 在南京大屠杀60年这一年 张春儒出版了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 立刻掀起了整个西方的世界 不到一个月 就登上了美国的纽约时报 畅销书的排行榜 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而张春儒却说 我不在乎这些书呀 能够赚不赚钱 赚多少钱 我只想让全世界都了解 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 可日本那边却紧张起来 不光派人跟踪她 还在她的家里呀 安放了气听气 甚至呢 寄死猫 死狗 老鼠 当时呀 寄到他们家里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可恨的 还用他刚刚出生的儿子 还尚在强暴之中来威胁他 长期的遗鬼遗神 张春儒的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终在36岁那一年 引弹自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勿忘历史 勿忘张春儒的英雄故事 让我们为伟大的英雄点个赞吧 乾隆帝宫有一具女尸 几百年都没有腐烂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今天牧子呀 就来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灵 去看看 这里面一共葬了几个人 这个没有腐烂的女尸 到底是谁 跟着牧子出发吧 咱们一镜到底 走了 出现在我正前方这所建筑呢 叫做下马碑 它写的是什么字呢 大家来看一下啊 从上往下属 官 元 人 等 至此 下马 满 猛 汉 三种文字记载 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在乾隆皇帝驾崩以后呀 后世官员 还有后世的皇帝 他们在来东陵祭祖的时候呢 到这个地方呀 要文官下教 武官下马 再步行走到里面呢 去为乾隆皇帝祭祖 咱们继续 晚里走吧 看一下我左手边 这个建筑呢 叫做神道碑亭 里面呀 记载了乾隆皇帝的庙号 还有侍号 乾隆庙号是什么呢 乾隆皇帝呀 称为高宗 侍号呢 是纯 因此乾隆皇帝 也称为高宗纯 皇帝之灵 来 咱们把视频呀 照一下里边 让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我的左手边 这所建筑呢 称为是茶膳房 当时呀 为乾隆皇帝 驾崩之后呢 做奶茶的地方 右手边呀 叫波波房 就是咱们吃的点心 但是满族人 不能掉点心 他们呀 管点心叫波波 因为满族呢 是有牧民族 生活在草原上呀 骑马射箭 生活劳作 离不开马 把马呢 视为神物 如果射箭 箭点到动物的心脏 会点心流血而死 因此呀 他们不管点心 叫点心 叫波波 咱们继续出发吧 现在呀 我们就算真正的 进入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灵了 来大家看一下正前方 这个呢 叫龙恩殿 乾隆皇帝呀 他的灵寝呢 是在乾隆33年开始修建的 他的灵寝 主体建筑 用了9年时间 但是整体建筑呀 修建了57年 才建完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没死 皇陵啊 不能竣工 那么乾隆皇帝呢 又非常长寿 所以他的灵寝呀 修建了长长的57年 可以说 多半个世纪都在建灵 那么现在呢 咱们继续往里走 到他的龙恩殿 去看一下吧 大家继续往前走呀 咱们会看到一块丹壁石 昨天咱们去慈禧陵 看到的丹壁石呢 是凤上龙下 这个呀 才是正宗的 凤左龙右啊 代表什么呀 龙凤城祥呢 过去社会呀 都有男尊女卑嘛 你看 这凤皇呀 他要低于皇帝的 这个叫丹壁石 又叫龙凤彩石 现在呀 咱们走进乾隆皇帝 玉陵的龙恩殿 去看一看吧 大家来看一下啊 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好看看啊 这个就是在1928年 河南军阀孙殿英啊 到完乾隆墓的时候 剩下的 因为当时乾隆帝宫有水 后来呢 他拿筛子往上端珍宝呀 没有端干净 因此在后来收敛的时候呢 剩下了一小部分 其中有一个小兔子 小兔子 咱们再看一下啊 正前方第一排第三个 那是个兔 那兔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乾隆皇帝属兔的 所以说呀 地宫里放个小玉兔 知道这是什么啊 这个叫鸭蛇板 叫玉蝉 乾隆在去世之后呀 他的嘴中呢 要含个东西 叫含口 也叫鸭蛇的东西 那为啥要压个东西呢 人死不能空口 到地狱呀 不能乱说话 资料呢 金蝉搓窃 有重生之意 这边都是垒丝的工艺啊 全都是金器 还有这个 珊瑚珠呀 好多好多 全都是乾隆帝宫出土的 然后咱们再继续到这边来看一下 走了 这首诗咱们不得不讲一讲 看一下乾隆皇帝的诗作的呀 其实挺多的 乾隆一生当中作了四万多首诗 超过了整个全堂诗 那么这个诗是什么意思呢 乾隆皇帝最爱的妻子 孝贤皇后傅察氏 死于乾隆十三年当时 在乾隆皇帝东巡之时呀 他去世了 因为他为乾隆皇帝生下了四个孩子 最后去世了三个 最后一伤心呢 在去山东东巡回来的路上就去世了 之后乾隆皇帝就来到乾隆帝宫啊 赖为他夜灵的时候 做了其中一首诗 物尘经鬼位 往事梦同伦 了时生归灭 宁知西取孙 同边常记得 永向上函恩 七七成何意 无须皆惜存 什么意思呢 乾隆皇帝出井生情了 看到了孝贤的官国之后呀 就落泪了 说从你去世到如今 已经十五年了 你我的往事呢 就如梦境一般 历历在目 现在我们的儿孙呀 都已经成群了 孙子呢 都已经娶去生子了 过去您在世之时呀 贤良淑德后宫管理的 井井有条 现在后宫 还是您在世的样子 但是有什么用呢 你已经不在了 所以说呀 乾隆还是很痴情的一位皇帝 这个乾隆皇帝 灵寝在建的时候呀 用的也都是金丝楠木 看一下啊 帝王之家嘛 修建灵寝呀 肯定要用最好的建筑材料 现在呀 咱们来到了乾隆皇帝灵寝的 后半部分 看一下啊 我们在参观其他灵寝之时呢 都是设的平桥 唯独乾隆皇帝灵寝呀 设了三座玉带桥 什么意思呀 而且这个地方呀 又非常独特的 雕了一个靠山龙 其他灵呢 一般如果有的话 都是暴谷兽 靠山龙是什么意思 如果当官的有靠山 他会官运横通 做生意的有靠山 裁员广进 老百姓有靠山 不挨欺负 那么大家把靠山两个字呀 打在公平下方呢 祝大家官运横通 裁员广进 不挨欺负 接下来呀 咱们继续参观 乾隆皇帝的御灵 这个门呀 咱们最好不要走啊 这是过去乾隆驾崩以后 台关国走的门 中间这个 咱还是走人门吧 走走当年乾隆皇帝 活着的时候走的门吧 这门才是活人走的 中间门不要走啊 进入灵寝之后呀 咱们看到正前方 又出现了一个门 这个门呢 称为二柱门 也叫功德门 但是道光皇帝就没修建 为啥呢 道光时期在1840年 发生了鸦片战争 割地赔款 丧权入国 之后呀 他认为自己呢 功继不能和 列祖列宗 相提并论 因此他说 自我之后的皇帝灵呢 不再修建 功德门 这所建筑呀 就不得不介绍了 它叫做什么呀 十五宫 大家来看一下啊 中间是香炉 花瓶 辣台 一共五个 寓意呀 皇家香火勇望 鲜花盛开之矣 在清朝时期呢 还有一个名字 皇家女眷直播台 为啥女人不能走了呀 过去女人地位低嘛 三品官员以上的 还有皇帝呢 是允许走过这个台子的 可是女人呀 就不能走过去了 她只能停留在这 等待皇帝叶娃灵了 再一起回到京城 那么现在呀 咱们就走进前楼的地宫 走吧 现在呀 咱们就来到了前楼的地宫 绕过这个古洞门呢 就可以走进去了 走吧 咱们出发 咱们现在去看一看 孙殿英是在什么地方 下的地宫 在哪儿炸的洞 走吧 这个院落呀 叫月牙城 那当时也叫雅不院 你把视频照进去 来看一下 把视频放大 看见这个琉璃下方了吗 红砖那个位置 对对对 红砖那个位置呀 就是当年孙殿英 用炸药 把这个地方炸了个木道 然后呢 从那儿走进了地宫 现在呀 咱们走过这个通道呢 就可以抵达乾隆地宫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台阶呀 并不是清朝所建 清朝时期呢 这个地方 一直呀 是平铺过去的 在那时 全摄垒的大青砖 那么这个乾隆地宫啊 它的深度达到了54米 落空的面积呢 是372平方米 当年孙殿英 到完慈禧灵之后呀 他觉着 这个乾隆皇帝吧 生前呢 那么有钱 而且他的地宫里边 应该也是陪葬了 大量的珍宝的 所以说带着军队呀 又来到了乾隆地宫 可是这个乾隆地宫里边呢 一共安葬了六个人 其中一位是乾隆 剩下两位呢 有孝姨 孝贤 两位皇后 哲敏 书家 慧贤呀 还有三位皇贵妃 那么他们六个人 当时遭到了什么样的盗绝呢 咱们在地宫 为大家来讲解 这个是乾隆皇帝 领寝的第一道石门 看一下啊 一个高三米的门上边呀 他雕刻的是文殊菩萨 因为当年呢 乾隆皇帝呀 他是属兔的 他呢 又信佛 他的本命佛呀 又是文殊 因此呢 雕刻了文殊菩萨 在乾隆灵寝的四道石门的两侧呀 都有菩萨 你看一下啊 有观世音 日光 月光等 在门后呀 还有四大天王 看见了吗 又称四大金刚 他的手呀 已经被摸得包僵了 另外咱们再看一下 在乾隆皇帝地宫里面的墙壁之上 没有任何一处是空白的 都是有石雕刻的 藏文 还有这种梵文 两种文字达到了三万多个字 至今无人能解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呀 是乾隆皇帝的灵寝第二道石门 看一下啊 咱们再继续玩意走 这个就是第三道石门了 来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日光菩萨 还有月光菩萨 但是这个不得不讲了 来 咱们照完菩萨呀 把视频再转过来 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水泥的 并不是清朝所建 清朝时期呢 都是爱与青石的 那个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是水泥的呢 因为1928年 孙殿英啊 在盗墨的时候 他把前三道石门 全部正常打开 可是到了最后一个门的时候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打不开了 最后呀 他故气重演 又拿了一包炸药 把炸药放在这 将其炸开 大家来过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1928年 孙殿英用炸药 将石门炸开的 一个什么呀 刀墨的一个罪证了 那么他把这个石门炸开之后呀 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乾隆地宫呢 安葬了六个人 但是乾隆的光果 却从这个宝床上方漂浮下来 顶在了石门的里色 因此呀 他门打不开的原因呢 是这个 而且当时据记载 这个地宫的积水呢 达到了两到三米之深 现在墙上 还有积水的一个痕迹 那么乾隆地宫 葬了五个女人 还有一个皇帝 为什么偏偏 乾隆皇帝飘落下来呢 距今呢 都是未解之谜 他在1975年的时候呀 又下来一次 顶到了第三道石门的旅策 那么当年 孙殿英来了之后 把六具光果全部批坏 将珍宝呀 倒绝一空 后来溥仪在天津发现之后 也是派了清朝老臣 宰泽等人来东陵善后 当时在善后的时候呀 他们却发现了 有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 躺在这个地方 乾隆地宫葬了两个皇后 三个皇贵妃 那么为什么这具女尸 她没有腐烂呢 说当时她笑容可居 头发有脱落 牙齿呀 也有脱落 后来他们根据死者的这个 夏末特征还有这个年龄呀 他们当时推算呢 说这个女人呀 她是死在了1775年 而且她是谁呢 她就是魏英洛令妃 也就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令妃 嘉庆皇帝的母亲 她是死在了1775年 那么距今她到底是否腐烂呢 也看不到了 而且现在呀 她就放在了这具棺锅里边 赤红格格折米皇贵妃的 光果里面了 这个呢 就是乾隆的光果了 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宫呀 还有很多谜团 然后什么文字之谜呀 女士不符之谜 还有乾隆皇帝的光果 为什么飘下来的谜团 咱们直播间聊一聊吧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